花莲受到了地震灾害的影响 观光业重创 而与花莲相隔的台东 也连带受到了波及 今年的农历春节 各景点以及街道旅游的人潮景象不在 观光业是大受影响 立委刘兆豪在立法院咨询时 也要求交通部 将振兴花莲观光的部分措施 让台东也能够适用 今年农历春节 花莲发生大地震 不但震掉了花莲的观光 身为隔壁县的台东 也连带受到波及 地图上看起来 花莲跟台东就是隔壁的县市 所以常常爆的时候都花东花东这样子 但是在今年因为 花莲受到这样的地震的冲击 那春节的时候有六天的假期 事实上对台东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应该是我印象中 大概是这十几年来 大概可能这十五年来或二十年来 台东第一次在春节的时候没有塞车 为了振兴花莲观光 交通部端出许多措施 立委刘扎豪在立法院执行时 强调台东也受到这次震灾的波及 希望将部分措施让台东也能适用 年终的会议或者是研讨会 能够尽量往东部走 那我们希望这样在考虑的时候 不是只有考虑花莲 应该把台东这整个区块 花莲台东一个整个区块 做一并的考虑 部长你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是我想一定应该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方案 都是把花东并列 那这里面有关比较细节的 刚刚所提到的 比如说三天两夜 另外政府透过民间团体合作 行销台湾美食 大多都是以北部为主 对东部及南部的餐饮业者 并不公平 他也特别要求观光局 能将行销计划扩及其他地方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